95后男星有不少都是高颜值帅哥 像是去年苍蓝爵王赫帝 星汉灿烂吴磊 今年护新的侯明号 星洛宁成堂的陈兴旭 还有宋威龙 徐凯 王一博等人 一个比一个长的帅 不过大家知道吗 其实这些九叔五生各个身材也都练得超好 近期网友也在热议身材最好的九叔五生Top8 王一博第七 王赫帝第六 徐凯第四 吴磊输给他 网评身材最好的九叔五生Top8 王一博 王一博是比较鲜瘦的体型 不过王一博的腹肌很有名呢 王一博常常在舞台表演时晒出自己的八块肌 他的腰上一点坠肉都没有 八块肌的线条相当明显 身材管理超绝 王一博近年开始转战大荧幕 光是今年上半年就有三部电影播出 其中王一博在剧情片长空之王饰演一名飞行员 在剧组释出的花絮中 可以看到王一博在片场很勤劳在健身 比起陈情令时偏瘦的身形 在长空之王王一博显得更精壮 更有男人味了 网评身材最好的九叔五生Top7 岑顺西 岑顺西目测就身材不错 岑顺西身高180亿公分 它不是那种很瘦的类型 岑顺西身材高大 精壮 光是平时穿衣服就能看出它的手臂线条 岑顺西还有线条很美的八块腹肌呢 给人满满的安全感 意象中岑顺西的身材管理一直都不错 几乎没怎么听说它有种过 身材一直在线 岑顺西人高马大 再加上混血感的长相 让它演古偶剧时比较没有那么吃香 不过其实岑顺西的外形 演技是九叔五生理观众评价很好的一位 它的热度虽然比不上最前段班的吴磊 王鹤底 但这几年岑顺西默默演了很多网剧 甜宠剧 评价都很不错 像是今年的小甜剧 《我可能遇到了救星就在豆瓣》开出8.0的高分 颜值高 演技也还不赖 是相当自律的男演员 网评身材最好的九叔五生Top6宋威龙 每次评选九叔五生的颜值 宋威龙几乎都会被排进前三 宋威龙颜值高 身材也不错呢 他不 大家还记得宋威龙在下一战式幸福里曾路过腹肌吗 宋威龙裹着浴巾 裸着上身 这已经很让人按捺不住了 他还壁咚了女主宋希 这一幕当时让好多剧迷都害羞的嗷嗷叫 这怎么受得了了 网评身材最好的九叔五生Top5 王鹤蒂 王鹤蒂刚出道时身材很瘦很瘦 无论是腰或是手臂都一点肉也没有 不过近年王鹤蒂肉眼可 不少网友都表示 觉得王鹤蒂的外形条件真的很优越 长得帅就算了 人还高 手长脚长比例好 体型精瘦又不会干柴 演得了现代剧的八道总裁 道仙侠剧演魔尊也不会出戏 人高马大给人满满的安全感 长得帅 身材好还自律 很让人有好感 网评身材最好的九叔五生Top4 徐凯 徐凯的身材真的渴 徐凯就属于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类型 徐凯长得有点娃娃脸 然而衣服底下是超羊眼的八块腹肌 而且徐凯还有187公分啊 这身材 这肌肉 去年徐凯和杨幂主演甜宠剧爱的二八定律 当时徐凯在剧里的身材还曾被吐槽 不过这次因为爱的二八定律 徐凯演的是一个宅男 线条没那么好是合理的 近期徐凯又开始严格管理身材 日前徐凯还在微博晒出副机照 楚楚可怜的要大家允许他吃两个汉堡 感觉为了练出好身材 徐凯也是很辛苦啊 网评身材最好的九叔五生Top3 吴磊 吴磊被网友说是娱乐圈新晋男菩萨 意思就是他的身材 他的颜值就是来普度众生的 吴磊是同星出身 但现在大家都已经没办法把吴磊当弟弟了 从长歌行星汉灿烂开始 就有不少观众觉得吴磊长大了 荷尔蒙满满 姓张力超强 还记得星汉灿烂里灵不宜受伤 程少商为他擦样那一幕吗 花絮里可以看到吴磊一边滴着汗 一边流着血 肌肉线条超级明显 吴磊的身材真是一绝 个高腿长 身材精壮 而且胸肌腹肌通通都有 其实星汉灿烂还不是最绝的 今年吴磊在爱情而已饰演一名运动员 为了这个角色 吴磊把自己练得更壮了 而且剧中好几幕都可以看到吴磊的超绝身材 真的是娱乐圈最强男菩萨 这肌肉 网评身材最好的95升top2侯明昊 在近期的仙侠剧热潮中 由侯明昊和周爷主演的沪欣 无疑是一部热播大剧 这部剧的热播 不仅让剧情和角色深入人心 也让主演侯明昊的人气随之大涨 作为95后新生代演员中的佼佼者 侯明昊的颜值与身材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在沪欣中 侯明昊饰演的角色有着不少精彩的裸上身画面 这些画面让不少网友惊呼不已 因为他们这时才发现 原来侯明昊的身材竟然如此之好 他肌肉线条分明 身材精壮而不夸张 胸肌和腹肌的轮廓清晰可见 展现出了健康的美感 侯明昊因此被粉丝们誉为天使脸孔 魔鬼身材的代表 他的长相有着娃娃脸的稚嫩和清新 这样的面容给人一种邻家男孩的亲切感 然而当他脱去上衣 展现出的身材却与他的脸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反差萌让他在观众眼中显得更加养眼 在剧中 侯明昊的角色需要展现出强大的力量和坚定的意志 而他的好身材无疑是家分相 他的肌肉并非过分壮硕 而是恰到好处 既展现出了角色的力量感 又不会让人感到有负担 这种平衡感让他的角色更加立体 也让他在剧中的表现更加引人注目 随着护心的热播 侯明昊的身材成为了粉丝们讨论的热点话题 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健身照片 也吸引了大量点赞和转发 许多人都对他的自律和努力表示赞赏 侯明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 作为一名演员 他不仅有着出众的外表 更有着不断进取的精神 侯明昊的身材和颜值 加上他在护心中的精彩表现 无疑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粉丝和关注 这位95后的新生代演员 正在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一步步走向事业的更高峰 未来 我们有理由期待侯明昊 在演艺道路上能够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展现更多元的魅力 网评身材最好的95生Top1 陈兴旭 在娱乐圈的新生代中 陈兴旭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新星 他不仅在演技上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成熟 更在形象上赢得了无数粉丝的青睐 就在最近的一次评选中 陈兴旭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实力 成功打败了同样人气高涨的吴磊 成为了话题的焦点 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 陈兴旭除了颜值在线 身材也是好到令人惊叹 他身高186公分 拥有一双令人羡慕的大长腿 无论是走红毯还是日常出行 陈兴旭总能凭借这双长腿和出色的穿搭 成为人群中的焦点 当他穿上西装 那超好的身材比翼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每一次亮相都仿佛是行走的一架子 展示着何为真正的帅气 但陈兴旭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当脱去西装 露出健硕的肌肉 陈兴旭的八块腹肌更是让人惊叹不已 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而是他长期坚持锻炼和自律的结果 他的肌肉线条清晰 展现出健康的力量美 让他在荧幕上的每一次裸露 都成为了粉丝们的热议话题 在九五后的小声中 陈兴旭的颜值和身材都是公认的佼佼者 他不仅在外表上赢得了粉丝的心 更在演技上不断精进 用作品说话 无论是古装剧中的翩翩公子 还是现代剧中的阳光少年 陈兴旭都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 将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 陈兴旭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的努力和坚持是他走向辉煌的基石 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 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断提升自己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 他不仅有着出众的外表 更有着与之相匹配的才华和内涵 随着陈兴旭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 越来越受到认可 他的粉丝群体也在不断壮大 这位颜值与实力并存的新生代演员 正用自己的方式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星光历程 未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 陈兴旭将会在演艺事业上走得更远 成为更加璀璨的明星 陈兴旭热爱健身 同样是肌肉线条很完美的一位 不少网友都觉得陈兴旭是九叔五声里酥感很强的一位 同样有着极强的姓张力 他的身材给人满满的安全感 但脸却给人一种扎酥感 意思就是又扎又酥 气质很独特 这身材真的好到要让人流口水了